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众所周知,最近官方又发现了调整了 那我们今天简单来内评一下 因为改动的东西其实还挺多的 并且现在的话已经差不多进入到屠夫版本了 而且这次的调整是纯加强人类,然后削弱屠夫 评论区的话其实讨论不是很友善 所以这期视频的话我会站在我的角度 提出一笔点小小的见解 事先声明我虽然是人类玩家,但是我不是人孝子 我会尽量站在客观的角度去评价这件事情 然后带路一点我打7接DN7单双牌的人类体验 尽量的客观不是绝对的客观 每个人的立场都不同 所以说看待问题的角度以及观点都是不同的 所以说我们互相尊重,友善讨论 那么非要说这里等时开始今天的正片 那么这次的调整平调的什么的都不说了 我们来说一下改动比较关键的几个角色 第一个改动比较大的就是割剧演员了 有一说一啊,割剧这次又撤了一个大刀 其实只削普攻恢复时间的话也不会那么夸张 但是你又看一个大刀 就是二阶的隐约速度调整为跟零阶一样 并且距离保持不变 那讲真的我看这个二阶有什么必要呢 而且现在的七阶电梯局已经很少班割剧演员了 班位的话我习惯是锁一个艾维跟一个影视 因为比起素质怪我个人感觉机制怪更难处理 割剧只是一个纯粹素质怪 现在割了这么多刀它的素质是早已不存在了 讲真的我觉得现在红蝶比割剧还难留 因为签字割剧的话至少可以找二楼或者是长版长双进行签字 再不计就是双版区或者两版一双这种点位 至少隔绩的隐约会受到限制 但是红蝶现在改了飞的落点 什么延迟飞串墙飞连我都能打出来 所以讲真的这一刀还不如削给隔壁的红蝶 或者你削割剧不要削第一条 你削第二条也行 但是你第一条第二条都削了其实有点离谱的 所以割剧卡的这一刀 我个人感觉下一个部分的话会跌到T1去 因为他的签字技巧我个人是会溜了 而且割剧这个角色板薄的话压力会比其他进战者小很多 因为他进入隐约之后就算是高练度的割剧也会卡脚 就跟当初的守夜人一样 摸清了你的追击思路就很好溜你 就算溜不动你没有特殊机制 运营你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不像影射失误了多给了一刀成了泛泛的伏笔 或者是有笨逼队友妈切电都不知道怎么切 反观割剧局遇到笨逼可以直接卖掉保平 所以割剧的这个削弱我个人觉得你可以削小刀 但是不能削大刀 从这个削弱上面来看 更加证明了策划没有玩过游戏 然后时空之力的削弱我个人感觉还好 这种有特殊机制并且强度本来就很高的角色 削了之后反而能拿出来 到时候再看 虽然说我还是不会让他出现在我的牌位里 之前放出来过四次 一个S牌三个A牌 只要放了他就有牌子就有练度 然后把我10打出来 而且那几把都是四人开门站 前期经典的用产线打出二阶 开门站底牌接船 然后一次能控一个门 传送控一个门 只要你敢进那个侵蚀范围 船怪就是一百侵蚀度 直接秒杀不给面子 而且因为一次的移动速度很快 他牌的能力也很强 所以艾维这个角色 我个人感觉效耀力度可能还不够大 建议跟割剧一样多弹几刀 之后就是求生者加强了 我个人感觉游差并不是加强 只是一个简单的平条 把五秒的减速分为两个2.5秒 然后再拿一个2.5秒出来作为定身效果 削弱了六走地屠夫的能力 获得了一个近身躲到的机会 增强了牵制红蝶、涅吸重追进屠夫的能力 因为之前狗人中了 红蝶跟涅吸重追进屠夫 照样可以用技能近身你 然后网上很多人说 游差正式进居三体能 因为那只狗好像还能拿来OB 我个人认为这个OB的话 只是锦上添花 就跟囚徒那个电能OB一样 除非那个队友是上挂飞 或者是机子只差一点点的情况下 你才有机会去OB 你也没有机会去OB 而且放狗跟空军一样 需要有一定的身位 并且也有一定的前后摇 监管只要不是傻子 一般都能牧鸦你的 就算你咬到了 你还要考虑是不是无后摇一咬 如果有后摇的话 你最后还要给他挣扎呢 这样的一刀就过来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次的评调 不足以改变油菜的总体地位 另外两名决策调整的话 哭气交手绝对提一了 之前我就说过 哭气交手作为T2顶件决策 只需要简单加强一下就是提一了 而且这次的加强最关键就是那个前摇 之前就是因为有这个前摇 所以说导致监管者可以无脑木压你 并且监管现在机房都会带上戏弄 就算炸到了也不是无后摇炸 如果不是无后摇炸 这个炸等于没用 另外一条减火箭冷却时间的话 就是降低上手难度 对于有链多酷来说 这个加强等于没有 然后就是速度方面的平调 这个说是说平调 但是其实是加强 因为火箭转点 机房都是从危险点转安全点 很多时候都会提前下火箭 然后持那个火箭爆炸的加速 所以这次哭走的话就像当于是纯加强了 下个版本的话绝对可以练 之后还有一个加强的话 就是加强火在吊阿元 之前我给的师傅是给他加新的机制 这次官方下转的话是直接给他加数值 更加简单除暴 根本不会被骂 前面两条加强道具 第三条加强的是数值 我个人认为重点加强是那个修机速度 这条加强的话 让火在吊阿元的定位更加清晰了 不一定非得去OB才能产生收益 就跟看探员一样 必要的时候去OB一下提升全队的上限 之前我给火在提 是因为这个角色他一定会加强 没有加强之前就已经在T2的顶端了 所以这次加强之后 火在这个角色下个版本也可以练 你就算数量度比较低 不会辅助 你掏出来当个千字位也可以 练度高了之后 这个角色有些时候是可以当救人位来打的 因为火在的球是可以拿来当做防篮节道具的 而且被你救下的队友 也可以二次利用这个球 后面两个加强的话 是牛仔跟冒险家 牛仔这个的话我真的很难以评价 不知道是说他好还是说他坏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早就要调整出来了 居然有角色在两三年前就被挂箭克制了 今天才改 然后冒险家的养金蓄力加强 纯幽默 我真的很难以想象 加强冒险家这个策划他是个人 我就拿园丁举一个例子 园丁只需要站在园地不动两秒钟 就可以蓄一个盾出来 我们的冒险家需要站在园地不动六秒钟 才有一个加速 冒险家你就加强吧 一加强一个不值身 之后调整还有一个比较关键 就是疑心的削弱 评论区有几个评论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他们说什么 削弱疑心变没疑心这么弱 我练了这么久的疑心才会用 我在这阐述你的梦 疑心需要练吗 去匹配玩个两把就会的东西 你管这叫练啊 而且是削弱开局的冷却时间 也才增加个十秒钟 反手就给他一口一个学费了 一口一个学费了 这种就是典型的大脑发育不完全 小脑完全不发育 然后头顶着个球 里面脑心包全部死完了 嘴巴们留着个哈喇子 跟他打字说学费了学费了 反正我最近排位已经是被疑心摸摸人 跟疑心那样斯打破防了 但凡有那么点食物 第一刀是吃技能 并且吃的刀比较早 195秒准时移到你脸上 然后给你搂住 万非第一个求生者之后 你的疑心差不多也好了 直接拿这个疑心当小传送 出去找位置不好的求生者 学二挂节奏 我的评价是 学得好啊 但是力度还不够 我再也不想在我的排位里面 看到疑心猫猫能跟疑心那样斯 还有个别疑心守夜能啊 那个也恶心 那么以上就是在我的立场 看待这次调整 我在这里减速一下 对于这次调整的看法 场长跟冒险家 幽默平调跟幽默加强 建议策划去玩两把 游赛的话主要是平调 地位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孤丑跟火灾 史诗级加强 下版本绝对可以练 然后咒语家跟那个蹲起被打 之后自动千万人跑步 都是一样的 宝宝级加强 这种就是照顾残疾人的游戏体验 很幽默 但是还好的调整 然后艾伟的话是该削的 歌剧不应该削那个大刀 可以削那个小刀 这个角色我现在仔细一想 他好像零件没什么变化 眼位不好 该立无动还是立无动 表示削弱了后期的控场能力 牛仔调整是早就要调了 那么以上就是我的全部评价了 大家喜欢的话 请务必点赞 投币 加转发 请务必点赞